由念而入无念 应往生而其无生 由念是凡夫 无念就是夫 由念有什么念 七心都念 大臣经里面叫他做 无明烦恼 分别 是沉沙烦恼 见思 这个职者 是见思烦恼 妄想分别之处 由念 这些东西都没有了 这人称佛了 佛 六根对六成境界 不起心不懂念 你不能说他无念 他讲经说法 教化众生 不能说他有念 这是什么原因 不起心不懂念 是清净 极灭 自信 本体 一切 众生有感 他就有印 印 是其作用 作用 可以现象 你能够见到佛福尚 你能够亲近佛福尚 你有疑惑 佛福尚能帮助你解决 这是从体其用 体是真的 永恒不灭 像是假的 刹那是灭 随下 不能说他有 疑 不能说他无 这些概念 都是 六道里面的众生 虚妄想象 我们用的很习惯 因为这很正常 其实 全错了 就是因为这些东西 出不了六道路回 应当把它放下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那尽忠的方便 就是说 用一句阿弥陀佛 这个名号 把所有这些 虚幻的观念 统统把它 取而代之 念头才一起 就是阿弥陀佛 不要有第二个念头 为什么 这一个佛号 是我们在此地 跟西方极乐世界 导师阿弥陀佛 联络的一个信号 你念这句佛号 就跟他有联系 天天联系 时时刻刻联系 把其他东西都甩掉 我们这条线就通了 你就得感应到焦了 所以我们今天 用一句阿弥陀佛 有念 到我们到达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 就真的无念 因往生而起无神 我们这个方法 是往生 到极乐世界 就真的无神了 无神 就是生死 没有了 西方极乐世界 确实是如此 顿悟此心 本来平等 平等是复兴 你把真正的自己 找到了 阿弥陀佛 我你们发现 刘西方极乐世界